今次做一個親子湯 我今次用了雞胸肉 用了雪醃去 用點酒、鹽、糖、豉油、豆粉醃下去 然後有一隻洋蔥 然後兩隻蛋 然後有些蒜蓉 有些少許蔥白 然後有些蔥花 這裏有醬汁 有些入色的醬油、味淋、堅魚汁 加點水、加點糖 這樣就樣樣一比一 今天材料這麽多 現在就煎一煎雞肉 讓它香些 你可以用雞腿肉都可以的 如果是 放了下去 煎得好 我們就不用煎到煮熟 兩邊煎香去 讓它香些 因為待會會再煮 煎到一開始 於是 然後會拿細你的 煎到一陣子、煎到一陣子 現在兩邊煎到它香 那可以放到一央煎 這邊兩邊會燥到something 這樣然後會活到 嘗 現在這樣煎它 剛才煎了那些雞肉 炒香了的洋葱,把蒜蓉和葱放入 炒香蒜蓉和蒜蓉 炒香洋葱放入汁 可以把鸡肉或麦粉放入鸡肉 加一盒2500毫升雞湯 加一小少許清酒或味醂 現在將兩隻雞蛋倒進去 把雞蛋倒進去 讓雞蛋融入醬汁 現在調小火 再蓋上去煮 因為剛才雞蛋還未煎熟 現在轉花幾分鐘 現在我們看看煮成怎樣 最主要看看雞蛋煮熟了 如果用筷子煮得下 就基本上已經熟了 最後加些蔥花上去 我就會煮熟了 我這個親子湯就完成了